字幕臨時 李宗盛 好,我們開始做,然後... 我們開始做了啊 不廢話了 其實做這個二次元的頭 其實做這個二次元的頭呢 我看一下二词语 其实就是你可以用球做 你也可以呢在这个灯箱里面 在这个灯箱里面有个工具男 这里有一个叫 不是工具男 这个项目男这里有个叫做这个 Demo Leave me heart 就是一个头 也是一个二词语的头 可以看一下 看到吧 你也可以拿这个杆 那一般我还是建议你们就是 因为金雕斑嘛 还是自己从手练的话还是从球做会好一点的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大家从球做起吧 好吧 那当然了我教你们是从球做 只是为了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不代表大家 一定要从球做 但我觉得从球做会比较好 方便你们练习啊 好吧 然后我们首先 先看一下脸 二词语的脸其实比较简单 你可以发现就是 不管是从正脸侧脸 你会发现它其实不会有很 就是简单一点 它就是风格化的曲续性 懂了吧 就它没有像我们之前那样子 就做个风格化的 那有个东西它很那个什么呀 很硬啊 或者怎么样 它的曲线会更加的 就 更加的圆滑 你们自己可以看一看 更加圆滑 比如我把这三个图 给大家都放出来 它曲线率会更加圆滑 对吧 线条更加柔和 就不会很紧 相对而言 就是那种扁扁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看 比如从侧脸去看 就 看到吧 你看正脸去看 就大概就是一点点的 无影变动 包括你看看正脸 看这里 对吧 它都是那种很饱满 很饱满 很饱满 很饱满的这种 这种大概的效果 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呢 就是 抛弃掉之前风格化的效果 懂了吗 抛弃掉之前风格化的效果 就是尽量把它做的 Cue一点 圆一点 那比如我们看到这一张 对吧 这一张的话呢 其实做的也挺好的 对吧 那这个做的就可能不是那么好 对吧 那我们主要目的就是 就是为了看看这个效果咋样 那首先我们先 来做吧 嗯 这里我还是不开透视啊 没有必要开透视 因为我觉得透视 我所谓啊 我看一下 我把这个放到旁边来 给它做 首先该怎么做呢 还是像我第一节课 讲过的概念啊 就是首先第一点 咱能先把这个大型先拉出来 还记得这个手办的脸吧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三个 就是你作为我们的大参考 对吧 就把它放大一点 让你眼睛看清楚 是什么效果的 对不对 那首先的话呢 脸肯定是比较圆润比较宽的啊 所以我们就是首先 现在下巴这个位置啊 下巴这个位置 看到吗 拉出一个点 或者是你可以干嘛呢 通过这个standard笔刷 拉一下 把这个点点拉出来啊 然后两边 拉宽 然后两边挤平 就大概的你也是一样的 做个二次元的这个小脸出来 而且看到侧脸呢 它其实它的脸是比较平的啊 把脸打平点 二次元的头比较扁嘛 所以你可以它扁一点啊 头像拉出来 大概是一个 这样一个形式吧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 再稍微紧一点点啊 大概就是这种 这种感觉吧 不管 现在先不用去管说啊 造型如何呀 做的怎么样啊 对吧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管的 然后下面可以稍微上 上去一点点 大概一个这样的一个 效果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步 你先做出一个大概这样的一个效果 简单吧 哎呀 这谁的消息呢 一直他妈的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的 好了 我关了啊 然后做到这一步之后呢 首先 头是要稍微 有点点啊 对吧 我有点点啊 因为我们是一个 小头嘛 对吧 小头嘛 大概这么大啊 好 这么大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里首先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先去标记几个东西 因为二次的脸 简单就简单 首先它的三顶五眼啊 是跟一般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首先呢 眼睛的位置会比较大 对吧 所以呢我们从眼睛的位置啊 对吧 两边去一点点 眼睛的位置 对吧 这是眼睛的位置啊 然后往中间去看的话呢 中间这一块 它其实是会出来一个尖尖的鼻头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标记一下 从上方到这一块 发刻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怎么去看的呢 大概好了啊 首先的话呢 是两边的眼神这个位置 对吧 然后从中间这根线上来 对吧 就是我们之前画那个T字形 是一样的 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做风格画 其实这个办法 你运用到什么方法都可以啊 给它画出来 画刷以后的话呢 这里就得往里面去 看到吧 这里就得往里面去 然后鼻子呢 就得往外面来 那刚好的话呢 我们的小嘴巴 也可以稍微做一做 看到吧 然后嘴巴里面凹一点点 看到没有 就是你现在就是大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啊 那下巴可以往前面顶一点点 看到吗 就是简单的几步啊 你先这样走的话好 懂了吧 你看 跟刚才跟我们记第一节课啊 所做那个效果 其实差不多啊 就是做一个这样的感觉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呃我们的下轮廓啊 就我们的下轮廓 那其实手办的话呢 主要需要去注意的 其实它这个下轮廓的一个 跟它这个脖颈关系的一个连接 因为我这没有做脖子啊 所以呢我们来先简单看一下啊 脸部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通过画虚线 对吧 往上标 我觉得它这个脸的话 应该是从这里 就应该是没了的 现在从这下面下来 对吧 这一块 应该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手办的脸型 大概这么大 对不对 是不是 再标一下啊 对吧 标好标清楚 然后其他的方向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多余的啊 我可以删掉 对吧 我可以不要 对吧 然后我可以收拾一下它 对吧 那有点太那个了吗 对吧 我可以收拾一下 对吧 把它收拾的干净一点 包括下个线 看到没有 现在是不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 大概的效果了 有没有 有大概的效果了吧 就是你没有去细化它 就是你先通过简单的几笔去标记出这个脸的感觉 有了吗 还看清楚我刚才怎么做的吗 对吧 确定比例 其实你有原话就很好确定啊 懂了吧 就比如说 你可以看一下嘛 因为我刚才所制作的参考 是根据这个来的 对吧 所以其实你一眼就可以看到 大概啊 我两边的距离是多少 对吧 我这个东西要做多宽 对不对 你把两件挖出来 让中间这个比例有多长 这一块 对吧 我根据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看 可以看得出来的 对吧 你再去修 其实开始第一步并不需要说你一定要做得很精准啊 所以你大概第一步有一个大概效果就好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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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子你可以用圆柱啊 哎 方法是死了 就是我之前教大家用圆柱 是为了好 告诉大家就是 是那个样子的 对不代表你以后做任何东西 你都要用圆柱做 对不对 你直接遮罩拉 不是也可以拉吗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就不要把知识学 这个知识学得太死了 好 那我们delimation一下 delimation一下啊 把效果低一下 然后呢 然后这个位置呢 其实还是有点突出的 所以呢 我可能还是会画一下 这样子吧 我给大家画一个曲线吧 首先的话呢 二次元就是这根中线 会比较圆一点点 啊 我们把它稍微调的圆一点点 对吧 然后这里往里面去 然后下面这个位置呢 对吧 是饱满起来的 给它填 填填 填饱满一点点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一个造型 然后 脑勺 可以稍微低一点点 看一下上面的 对吧 它也是挺像一个小鸡蛋的 类似就是这种感觉啊 就后面宽 前面窄 包裹住的一个小鸡蛋 这样的感觉啊 你管它扭不扭曲 对不对 你可以修嘛 对不然你长 你长这个手干嘛呢 你跟我讲讲 对不对 可以修的东西就没必要 没必要啊 对不对 你管它扭不扭呢 这些东西不是你 你现在你纠结的问题 现在就一些问题是 你要看清楚这个 啊 脑袋怎么做啊 好 然后差不多这样子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多去处理了 然后呢 这里的话呢 处理是有个技巧啊 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吧 对吧 怎么处理它呢 首先呢脖子的大粗细 我们处理一下 眼睛的粗细 我们处理一下 对吧 而且我怎么感觉 这 这娘们她眼睛有点那个 她是有点那个 往下撇啊 就是相对就是有一点点 皱眉 也不是皱眉吧 就是有一点不开心的感觉啊 所以我们可以先做一做 然后下巴 然后把整个嘴巴的效果做好 这种不屑的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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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娘们儿 耳朵先加一个耳朵吧 对吧 我觉得有耳朵好标记一点 我就不知道 那手办的耳朵的话 就相对可以稍微做大一点 对吧 因为它是Q版的东西嘛 就是 也不是Q版了 就是相对而言啊 比较 比较 Kawaii那样 对吧 加入个小耳朵 然后这耳朵呢 你可以拆分它 对吧 然后两边的脸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嗯 差不多啊 耳朵在我里面调一点点 好的 还可以啊 然后后面 把它的 这些下额啊 这些位置的 曲线率调好 这反正这是我们的下额 检查一下啊 看有没有问题 对吧 看整个造型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呢 就OK 不错 然后把头发加上 头发的话呢 其实一开始 我的建议就是 你可以先 呃 不需要做得很好啊 然后这一次我教大家一个新的 加头发的办法 好吧 就我们上次不是教大家是是用那个 是用那个 上次我教大家是用是用是用那个做的啊 对不对 是不是用那个 呃 那个叫啥 用球做的是不是 我就是第一节课的时候 教大家是不是用球做的 对 我们这一次就不需要用球做 这一次的话呢 首先 我们可以来画 啊 咱们去分开这个头发呢 因为手办头发手手 你要注意到如果说你是要打印的话 他是要做拆件的 所以我们就是呃 尽可能的就是把它分开去做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大概你去算他的 马尾到这一块 往下拉一点点 这是他的平行的头 大概是这么宽的一张脸 这么宽的一张脸 那么到头发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从这里画出 第一个曲线 对吧 那很好地去理解就是 首先 这边脑袋还是有点大了 对不对 再小一点点 对可以再小一点点 然后马起马的下巴可以再细一点点 嗯 然后到头发这一块 首先我们用通过遮罩啊 从这一块告诉我们画过的 大概是这个位置 你大概画出一个这样一个曲线出来 连接到我们下方的这里 这就是我们要画的这个大概的头发的区域 首先我们通过遮罩啊 遮罩啊 遮罩的话呢 这里呢大家通过按住Ctrl键 把它变成这个套锁的工具啊 画一下 沿着你刚才画的这个东西呢 把这个东西画出来 看到吧 画出来以后呢 点一下提取 接受 然后这里接受以后的话呢 按住我们的Ctrl加Shift 把里面这个面去掉啊 就隐藏起来 然后删除掉 封闭一下 再低一下啊 然后Smooth一下啊 然后这旁边可以稍微拉一拉 就是因为我们说第一步的话 可能不会说去做 呃 什么太多的内容 所以第一步 就最起码你做的干净一点 那把头发标标准清楚 然后我们的这个 呃 前面这个刘海啊 就是通过在前半部分的这个区域啊 我们可以拉去 看了吧 拉去 然后把后半部分这一些我们区分处的东西去掉 看了吧 让我提取一下啊 接受 好 然后Smooth一下 对吧 这样子呢 你有了一些大概的节奏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分得清了 那起码哪里大啊 哪里做的怎么样 对吧 就是你会有一些比例的一些调整了啊 这一步大家记住啊 我们现在还是没有做细节的啊 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就是现在还没有到你做细节的时候 只是说你简单的做一个效果 然后我记得嘛 起码后面 就我刚刚不是找找了一下他的其他的节奏吗 就是他的后脑勺啊 虽然我没有看到他后脑勺啊 那大概如果说他这里是有一个这样的小马尾的话 那他后面其实应该是需要一个小辫子啊 那我们待会儿就做做做这个小辫子啊 这个小辫子可以不着急啊 好吧 我们把这个头像的形式做好啊 头像的形式做好 大概是前面啊 是多多那么一点啊 多那么一些 那你把这个结构 然后眼神 然后可以再画一下 好 那不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应该是够了啊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相对的去细化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找一些一定的比例吗 那有了比例之后呢 其实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个比例啊 给它复原 恢复到我们就是手办的那个效果 所以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修复这个脸部 首先那这里的话呢 我可能我会相对的把面数提高一点点啊 但不会太多 一倍左右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么多差不多 提高这个面数以后呢 还记得我之前一节课给大家讲的那个东西没有 就是灯箱里面有个什么笔刷 就是改变这个Smooth的 还记得吗 改变这个Smooth的啊 就是Stronger 找到Smooth 里面找到这个Stronger 确定 对吧 它是一个强制的抹平笔刷啊 对吧 就强力的 那这里呢 首先我们先把它整体的表面啊 全部抹平 对吧 因为我们该确定的东西我们确定了 对不对 都确定的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 不需要有一个这么夸张的东西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抹平一下 把整体的效果多抹平一下 大力啊 对不对 好 让我们看到这个马其马 首先呢 我们通过在侧脸的一个效果啊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了一个大概的效果 嗯 有了一个大概的效果吧 嗯 看到了啊 然后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确定鼻子的根部 把鼻子的造型先做好 该尖的尖 该怎么样的怎么样 对吧 然后眼神啊 眼神的动感 对 该我里面凹的我里面凹 好 管他多少人啊 认真学啊 我在教大家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认真的 在听歌啊 别到我讲完了 老师能再讲一遍吗 我可不讲了 而且这人体精尿班 你们也知道 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都会开啊 有时间的时候可能会开一起 那基本上之后的可能是录播啊 什么的 所以就是你很难等到直播啊 所以要认真听吧 管他有多少人来啊 你们来的人就认真听就好了 好 做完这些之后呢 啊 做完这些之后呢 那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啊 下一步呢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啊 就是 调整脸部的弧线 对吧 把脸部的弧线 相对还是调的干净 整洁 舒服一些 对吧 看两边显得脸颊子特别大 我们调整一下 对吧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眼睛处 眼睛处的话呢 也是比较好处理的一个问题 就在就是 我们可以先 画出大概的 眼睛的距离 看到吧 你画出大概的眼睛的距离 然后他大概有多大 这个是你自己要去把控的啊 对吧 然后鼻子 周围往下凹的这根线 我们也要也要去画 因为他眼睛是长的那个位置嘛 对吧 然后鼻子 然后嘴巴 对吧 嘴巴中间的话都可以高一点点啊 也就是说两边低一点点 把嘴巴的感觉做好 对吧 一些曲线 那这到我们的小下巴 对吧 这一些一些的东西呢 它都是去 让你的嘴巴 变得OK一点的效果 一些细小的曲线 不要忘记要做 做完这一切之后的另外第二个 就是通过画遮罩 那这个遮罩该怎么画呢 教一下大家 就是 呃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看这个眼神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 拿这个为主 这个 嗯 行吧 它不是那种标准的二次元脸啊 那我们这里画的话 首先按住我们的 Ctrl键啊 兄弟们 按住Ctrl键啊 按住Ctrl键的话呢 在这个 笔触这里啊 把它改成那个画画的模式 对吧 按住Ctrl 在笔触这里 改成那个画的模式 那这个画的模式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刚 我刚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对吧 有个小操作啊 就是为什么要找一个眼睛呢 就是你点击这个啊 TOP 放到这里来 稍微放大一点 透明度降低 看得到吧 然后呢 你通过画面啊 按住我们的Ctrl键 然后把界面图面都去掉 然后再把那个图拉出来 画成这样子之后呢 首先呢 什么也不用我去管啊 就是你先通过啊 遮罩的一个影响啊 就是通 因为我们之前画的是遮罩嘛 你画遮罩 画上遮罩啊 看到没有 这点不用我教吧 这遮罩怎么用 嗯 对 画完之后的话呢 按下Ctrl W啊 这Ctrl W就做就做好了 看到吧 按Ctrl W 然后点击Ctrl W干嘛呢 你给它抛光一次 给它抛光一次 看到吧 抛光以后的话 它这里会显示出一个这样一个效果 你点击啊 这个遮罩 反选 对吧 干干嘛呢 点击把它这个效果呢 往外凸一点点啊 双面显示 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是个眼睛嘛 头上的包 不用钱在意 哎呀 就是 大家这个学习知识啊 我不知道是你们是在怎么 怎么学习的 就是你看到我在讲哪个地方 其他地方 你先不要去管啊 那些东西 它都是小小东西 等我把这东西讲完之后呢 你就突然之间蹦一句 老师啊 你讲的啥 你讲的啥 是吧 好 然后这眼睛呢 可以稍微等我里面去一点点 反选一下 大概有一个这样一个眼睛的一个导体 看到没有 你像旁边这种东西 它其实两三下就去掉了 对不对 你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揪着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 你是这个眼睛 你又没学会 是吧 哎 所以我说你们是学习方法 真的是 心里憔悴 我的感觉我这人体经验班上完了 大家还不一定知道讲的是啥 嗯 好 做完这些之后的话 能把脸拉出来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就行了 其实 嗯 眼睛的话呢 相当是小了一些啊 就是你如果说想放大的话呢 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 你单独选择这一个 放大就好了 看一下位置 啊 如果你大概要要要这么大啊 反选一下 把其他的位置呢 对吧 是不是清楚 对吧 大概做出他那个感觉出来 那抛一下 再选择他一个单独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以后呢 把这个折兆拉住 什么都不用管啊 现在的话呢 你去做他的眼窝呀 什么的 啊 现在就是一做一个准啊 看到这个 我大概要做什么样子 首先比如说啊 我这里面我要先扣进去 对吧 我先画条线 我先扣进来 对不对呢 这个你可以先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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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管啊 对吧 因为后面 我们是可以去改的 对吧 好 做完这些折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同个遮罩的选择 选把它遮罩 罩住了 就是大概是这意思 然后把眼部的啊 两个外扩的轮廓线 往外拉 那一般呢 因为我们 做的 你妈怎么一直的打嗝 就我们做的这个方式 这是以手办的方式去走 所以就是你要着重去注意这个轮廓感 嗯 着重去注意这个轮廓感 看到吧 然后选择里面这个 我进去吧 你 还是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啊 调大一点 缩小一点点 对吧 然后通过从上方去看 它就是有一些肉感的啊 虽然我们在做这个肉感呢 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啊 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重建一个细分级别 因为我刚才是加了一个细分的啊 布置布局之中我是加了细分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得看到啊 但我估计你们是没看到的啊 对吧 然后这一块的起估计 它也是一样的啊 它也是有这种 颧骨的啊 什么的 我们也要把这种感觉做出来 对吧 包括旁边的填充的鸡肉 对吧 然后脸颊的高低 我们这个脸就看得太长了 对不对 然后通过一些细微的小曲线啊 比如说你看这里 转折下来 对吧 一些小的转折 因为我们要像这个脸 是有那个效果啊 小的转折 然后上方的头部 你可以从这样子画 看到没有 是不是有了一个大概的这个脸型呢 然后下方的 然后这是我们在中部的 中部的那一步啊 就是你要先做成这样子 懂了吗 但是你在中部的那一步 就是你要先先做成这样子 然后鼻子的厚度呢 其实是有点大了 对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脸颊 往外凸一点点 看着办法往外凸一点点 鼻子呢可以往里面稍微去一点点 脸大了 嘴巴也是一样的 好 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形式 把这个加上 然后 smooth一下这个整体的轮廓 看一下 鼻子的时 时角形感觉做一下 就像一个星星一样的感觉 让前面要尖 两边往外回退 那曲线也再一次调的好看一点点 把这个上 往外凸的 饱满的一些部分 好 反正在一起 好 把这两边凹一点点 也就是无限的曲线的一个转换 因为你只有说是把曲线转好了 你这个东西你才能说我能做得好 而且就是不断的在转换这个曲线的这个效果 脑袋的效果 里面的东西要直 要打直 肤子好疼啊 怎么感觉 好 大概是现在这个样子 耳朵什么的先不用去管 大概是先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重新给几细分 这里呢你可以把这个细分给高级一点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可能大费周章的一点 10256吧 直接可以加到256 那的话可能就是要 好好做行了 嗯 对吧 通过一些特有的笔刷 啊 把造型刷出来 嗯 嗯 然后同样的话呢 点击出一个追加啊 加入个眼球 跟上分子做法是一样的 但呢我们这一次把这个做完之后呢 这个眼球可能跟这个脸啊 我们可能要合并到一起 而这个眼球呢 我们不会说做成 看到吧 不会做成圆的 啊 当然是一个椭圆形的效果 知道吧 可能它确实是一个土人形的效果 这一次我们做这个眼镜的话 镜像一下 透明的 快捷键消失了 好 两边啊 都往后面去一点 加入两个球 看到吗 两个球加稳以后呢 这里的话呢 你就要 按住这个啊 往里面去放 挖 挖之后呢 你要Smooth Smooth以后的话呢 你就要通过啊 机强度 就跟我们上次是一样的 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线条 把这个眼镜的这个效果啊 给它拉出来啊 然后呢 调整 降低 挖 调整 降低 挖 对吧 之后的话 要合在一起 所以现在的话呢 你先把眼睛的弧度挖出来 这样子的话就确保啊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效果在那啊 对吧 就方便你之后去对到的 对的时候 就好对一点啊 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在认真听啊 但是 看你们一直在开玩笑啊 所以我还是闭嘴吧 你就看 好吧 你会把你打开玩笑啊 还没得过 我还是闭嘴吧 你会把你打开玩笑啊 我还是闭嘴吧 你能把你打开玩笑啊 就行了 我还是闭嘴吧 我还是闭嘴吧 通過這個背面 這除了這個有一些可能有新功能以外 給大家講一講 其他的估計就沒有什麼了 大概的把這些東西修一下 接著看吧你們 是 是 是 你可以 你可以搞 如果说那一步 你可以搞到这一步来 你可以搞 但前面是你要把那个形找准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压那一步 就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 那个形是怎么找的 你只要找准了 你才能说我的眼球对得上吧 那你说你对不上 你压到那一步有什么意义呢 明白了吧 因为它的目的 所有的目的 其实也就是为了说 让它这一步行压准 拉的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了 因为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节奏 之前也给大家说了 提目的 就是为了让这个东西做准 对吧 然后脸部 这里是要凸出的这个脸 脸夹子 这个我们得要做 无线的条 大家看到整个脸 前方 然后后方 这个太高了 看一下脸部的曲线 然后这一块少了 对吧 然后看到了马其马的脸呢 它其实 我突然间看到这个角度 我觉得它这脸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大 所以想的就是把它 可以稍微的 在做的圆润一点点 就是带有一些长条的感觉 但是它不会那么大 对吧 然后到下方这里 这一块啊 比如说强度降低 眼睛的弧线拉大 眼睛的弧线往上面去 外部调整 因为很多东西 它都是要在边做的时候去调 所以当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可能可以好好去做 做一做的时候 调它就对了 好 这么死 来到原始阶段 把我们的颧骨 拉出来 这一块 我里面凹 然后这里做出我们的 转角 看到没有 然后没攻处 往外拉 它是一个连接性 一个连接性 性质的东西吗 外拉 外拉 看到吧 里面呢 也是一样的 做出一个这样一个环节 这是单独属于它的布线 我这里呢 把这东西标出来给你们看 目的是为了 你们之后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知道这里是有什么布线 好吧 然后脸部 之前我也说了 就是你现在呢 可以先把这个嘴巴 你也可以先标记出来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这样一个嘴形吧 对吧 我先随便做一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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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有弧度的 它大概的弧度线是什么样子的呢 看好了啊 首先的话呢 人中还是要有 它这里是一个往下拉的 看到吧 也就是这根线啊 它应该是一个平着 好 好 再画一下啊 你往下拉 懂了吧 它这应该是个 相对比较 看着比较平的一个状态 再到我们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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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我们的鼻子之后呢 它又是个什么效果呢 在它旁边去看啊 我们先说了嘛 它旁边也是会有些线的 对不对 它是不是会有些线啊 对不对 然后再去画这根线啊 比如下巴 是它嘞 然后下巴 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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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是你通过套娃 把这个做好 整一张脸的一个造型啊 你看像这个嘴巴 做手腕呢 就是你需要耐心一点啊 别太急躁 再像这一块 这些线的效果 好吧 通过它把这样一个线 标记出来 看清了吗 然后有了这些线之后呢 其实你后面你再去做一些 这个相对的一些 内容啊 就简单很多了啊 比如说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眼眶啊 我需要往上走走走走一点点 对不对 那我这里我就直接把我这东西往里面调整一下 往上走一点点 对吧 然后我的整个整个造型 诶 我觉得我的脸宽比有点大了 对不对 下巴这一块我需要往上去一点点 对吧 再包括我像我的下巴这个位置 那我这也是标记一些线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下巴旁边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有点大了 往里面去一点点 看了吧 那你这里的曲线也会有 各个方面的东西也会有 那包括你像这一块也是可以相对的填充一下 对吧 然后你再把这些你刻画的线去一点 那该做精致的地方呢 稍微做精致一点 对吧 包括你应该像下巴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如果觉得这样子太那个了 对吧 你也可以在这里呢 画画一个过度 然后把这个东西往里面去一点点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旁边可以稍微削一点点 稍微让它圆润一点点 看到没有 然后你从下方 你看啊 这里呢是我们多余的这些东西 凹一下 看到没有 你把它做干净就好了 对吧 是的 补充你的细节啊 对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一步你完成之后呢 其实 呃 还应该是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我记我继续做 好吧 等我去 抽根烟 啊不是上个厕所 可以吗 但是我来说 这些东西 都会给你 我给你做的 выдает 我一定要做的 你把我带上去 你要做的 你把我带上去 我带上去 你把我带上去 他就这么大 你带上去 你这些东西 你还没想到 你带上去 我带上去 你带上去 你带上去 我带上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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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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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